十号在交代完所有后事之后 便开始拼死冲击仙王境 可怎料允仙岭的主人 却向仙玉通风报信 书阶上回 当头目准仙王等人迟迟没有回归仙玉后 几大仙王便意识到出了问题 可让他们又感到非常诧异 下界又不是什么龙坛虎穴 还会有意外不成 又在数日之后 仙玉继续派出两尊准仙王下界镇杀十号 他们手持仙气 散发着无量仙光 简直要毁了此界 十号对此无所畏惧 他直接提着大罗仙剑迎击了上去 要知道大罗仙剑玉强则强 面对仙气也能爆发出无匹的力量 既然对方想要他的命 那就不管仙玉派出怎样的强者 十号都会拼死一战 这一战杀的日月无光 山河失色 在经过了数千回合的搏杀后 十号一剑斩下其中一人的头颅 他的原神想要逃走 结果被剑光绞碎 一位准仙王至此毙命 令人惊悚万分 他已经无心应战 斩破虚空开始顿逃 然而在逃亡的过程中 十号一剑贯穿其眉心 将其彻底击杀 与此同时 仙玉中的太史仙王发出一声冷哼 让诸天星辰都是一阵 不少真仙浑身发冷 纷纷僵在那里 敖胜则是在亿万里外传言说道 道兄如今戒还有变 现在还是莫要前往下戒了 如此付出代价将其斩杀 实在不值得 其实仙王想要闯入九天十地 不是没有办法 毕竟他们仙玉和九天十地本是同源 只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而后原初仙王也传言说道 我官下戒法则剑完整 大到复苏 等到此戒足够强大时 就不会排斥我等了 无需多久 便可入内 又在数十年之后 边荒无人禁区那里出现了变故 抑郁有两位准不朽之王 穿过通道降临到了九天十地 其中一人手持安兰之矛 另一人则是手持安兰之盾 安兰当年大战时 便是凭借这件兵器所向披靡 铸就了他的王位 十号在第一时间便赶了过去 迎击两大准不朽之王 只见大罗仙剑不仅爆发出飞仙之光 还有流血飘鲁的可怕景象 最终十号将其中一人力辟为两半 另一人则是被拦腰截断 两人的元神也全都被大罗仙剑的锋芒所搅碎 不过两件不朽之王的兵器没有留住 纷纷顿逃回了异域 至此九天十地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确信如今先王之下 荒已经无敌手 而十号也继续开始闭关苦修 他将昆鹏和柳神等宝树 全都化作自身大道的养量 另外还将不灭鲸与六道轮回等无上天宫分解 以自己所创的修炼体系进行融合 十号已经逐渐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很难看到别人的影子 他尽管知道这条路很难 比九死一生都要可怕 可现在他被逼到了绝境 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抑郁有几大不朽之王想要杀他也就罢了 如今谢玉的敖胜 太史原初也想要取他的性命 这些都是巨大的威胁 让十号不得不赶紧突破 才能拥有一线生机 又在数十年之后 九天十地聚阵 一只大手险些撑开戒壁闯过来 禁区内有人叹息道 没想到这一天终于还是到了 戒还有生灵要降临到这一戒 这一日 九天十地的几大禁区纷纷开启无上法阵 守护自己 一些人下定决心 不沾因果 不想参与这场黑暗大动乱 很快边荒外也传来了惊天动地的声音 像是宇宙断开 浩瀚无穷 天脚已疑惑道 这是异域的大军又降临到边框了吗 三大鬼仙从边框刚刚回到天庭 解释道 那是藏域发出的动静 当年封锁异域进攻的通道 连带着藏区也封印了 如今已经被破开 显然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藏域重现事件 他们对于十号究竟是敌是友 这还没有办法分辨 十号知道现在是真的没有时间了 不过经过了数十年的闭关 他确信自己的五大秘境已经无暇 只差终极一月 十号自这一日后 不再继续修行 而是前往各地部署接下来的事情 毕竟先王级别的大战一旦开启 整片世界都要崩开 即便是有世界术守护 也根本不足以定住乾坤 十号吩咐赤龙与木青等人 让他们动用最大能力去收走各族生理 要将他们带进三世同关内部进行避难 不久之后 九天十地内的许多名山大川都不见了踪影 甚至有些族群也整体消失 举足迁徙进同关世界 当然也有不少族群不肯离开 执意留在九天十地 最终十号又将三世同关转交到了禁区之主的手中 并表示如果真的发生重大危机 希望禁区之主可以护其周全 他相信禁区之主有这样的手段 最起码可以前往仙域寻求盘王的庇护 而后十号又叮嘱赤龙等人 到时候一定要跟着禁区之主 不能分开 几个老妖怪自然是看出了十号心中所想 这是在交代后世 他要在此背水一战 如果成功便能超脱在上 晋级先王 但如果失败 那边意味着死亡 世间在无荒这号人物 数日之后 宇宙深处的一颗星球上 十号满头的黑发在乱舞 他体内的五大秘境同时发光 并且还有无穷的符号亮起 十号开始拼命了 他要释放出体内的所有潜能进行终极一跃 只见宇宙深处泛起无尽的仙光 整片星海都在颤抖 禁区中有人惊叹道 他竟然走到这一步了 要成就先王之位 允县领妹有人问道 谷祖我们要出手吗 那位谷祖冷漠地回应道 我曾经与那座塔有因果 虽然他已经进入原始之门 可此子若是真的冲销而上 或许会连带因果 你去点燃那盏灯沟通仙玉 告知他们慌的情况 仙玉自会有人出手 允县领的老祖说完这番话 便闭上了双毛 再次寂静不动 化为了一尊石像